正当人们还在夸奖河南卫视的时候,浙江卫视又出事了,公然欺负郭麒麟,这可是让一众网友们的怒气值直线爱跑,德运社女孩们第一个不愿意,纷纷声讨浙江卫视恐是要风停的节奏,奔跑座位栏台的一大综艺顶梁柱,这次把郭麒麟邀请了回来,这对郭麒麟的粉丝们而言必然是一场欢呼,其他嘉宾陆陆续续出场后,派着专属出场的BGM郭麒麟出来了, 但就是这首背景音乐竟然引起了公愤,据悉,这首英文配乐年头不短了,但是这首歌因为内涵歧视性歌词,早在1990年就被下架进风,就是这样一首被封尽了二十多年的进取,再次出现在郭麒麟的视频配乐里,真的不知道节目组是在哪里搜罗来的,早期在节目上郭麒麟就表示,自己曾对自己的肥胖很自卑, 小时候因为没有注重身材管理,体重一度胖到了200斤,即使现在变成一个拼拼公子,但是在提起时,他仍然表示心里有阴影,这次的主题配文欢迎郭麒麟回归,本日郭麒麟带着亿万点可爱回家,结果变成了亿万点伤害,不难让人觉得是有意为之,郭麒麟本人倒是并不在意,他可能也不知道这首背景音乐的意思, 但是如今的粉丝们可是不好惹的,这件事情曝光后,网友们纷纷喊话这将为是讨要说法,并要求他们向郭麒麟道歉,更是有网友扒出预告片刚上就出了,蔡旭坤说郭麒麟胖了的热搜,加上歌词里的词汇,很难不让人往这方面想,很多网友开始猜测,这是蓝台为了节目买的热搜,制造热度, 面对大众的质疑和网友们要求的道歉,节目组似乎并没有当回事,一方面重新上传了更改过BGM的预告片,另一方面在留言区空评,可能是希望通过冷处理来给此事降温,这已经不是节目组第一次黑郭麒麟,有网友列出了之前跑难的宣传照,除了多次首播,没有郭麒麟单人照,已经惹得粉丝们的不爽,还一直用郭麒麟的丑照, 真的是让粉丝们气上心头,谁曾想,本就离开奔跑的郭麒麟,再次回归后竟被暗讽,但是为什么蓝台要黑郭麒麟呢,难道是得罪了他们,虽然出道不少年,但是郭麒麟向来也老好人著称,不过早几年曾跟北京台有过一些恩怨,这件事还要从他老爸郭德刚身上讲起,当晚人民日报等各大官媒起起发声,其中央视评论员发文表示,郭德刚在未成名时, 北京电视台就请他上节目,后来两人的矛盾闹得人尽皆知,封杀郭德刚,确实,自从郭德刚入住北京卫视主持星夜故事秀后,名气就一路飙涨,这个节目也因为郭德刚的加入,收视率步步高升,可以说是相互成就了对方,但是好景不长,双风的关系随着郭德刚的走红变得微妙起来,最主要的就是郭德刚开始主持其他电视台节目,尤其是天津卫视, 08年,郭德刚让德元社的何云伟和李京主持星夜故事秀,而他则转战主持天津卫视的今夜游戏,北京卫视可能是想跟郭德刚长期合作,但是郭德刚并不想局限于此,这样一来亲密无间的两者,逐渐变得貌合神离,但是这层窗户指,水也没有捅破, 直到2010年,北京卫视的《每日文娱播报》,介绍了郭德刚从小到大的相视生涯,并重点提到了郭德刚与杨志刚的师徒XXX,两者已经将裂痕摆在了名面上, 与此同时,这一年德元社的曹云金也是暗流涌动,一则郭德刚别墅侵占公共绿地的新闻突然出现,随后,《每日文娱播报》的记者,来到郭德刚位于北京大兴区的别墅采访,但是采访没成,反而让郭德刚的弟子李赫彪打了出去,随后,北京电视台解除了郭德刚的全部合作,还传出了封杀郭德刚的消息,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是站在郭德刚这边,认为他并没有指名道姓,只是外界的人过度地解读了这篇大游诗,但是浙江谈跟郭麒麟又没有恩怨,如此是为何呢? 虽说德元社现在是越发红火,但是身为郭德刚儿子的郭麒麟,却表示不想继承自己的家业,郭麒麟曾在节目中自报过,郭德刚想退休,盼望儿子能够继承德元社,但是郭麒麟觉得太累了,并不想管。 而对于儿子不想继承家业仪式,郭德刚并不气馁,时不时就会问一嘴,但是面对老爸多次的想退休,郭麒麟每次的回复都是好累我不想管,对于他的回复,一众网友们的反应,也是让人笑掉大牙,还给郭麒麟在线出招,让小月月接管累死他。 虽然郭麒麟的重点,方子现在演艺圈,但是相声这边也没有丢掉,自从坠续大火之后,身为男主的郭麒麟开始献身各种综艺里,就连郭德刚都忍不住抱怨,现在儿子比自己还忙,想见一面都难,更是直言花重金,才把郭麒麟请了回来。 郭德刚的家教是出了名的严厉,曾因为一段相声,没有把谈下的观众说笑,就被老爸郭德刚在社交平台上大骂,而且郭麒麟从小就听从郭德刚的教育,勤俭节约,所以郭麒麟除了家教好,call也是出了名的,要是说得罪浙江威士肯定也谈不上,节目组也表示是相关人员的失误,大家还是要理智看待此事,此次是跑男节目组相关人员的失误, 并不能代表浙江威士,对此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,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,和圈儿一起唠唠那些事,理性吃瓜,幸福你我他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